说起历史上的红颜祸水,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都是妲己、包四、杨玉环之柳,这些女人大多都与王国有关,她们的君主对她们极尽宠爱,言听计从,最后弄得天下大乱,风烟四起,终治王国之灾。 当然,所谓的红颜祸水也不过是男性统治者的甩锅罢了,一个后宫无权无势的女人,就算在受宠也是无法左右时局的,既然受了宠背了锅,下场就不怎么样了。 杨玉环被逼在马维泼字役,包四在乱军之中被杀,这些女子的下场虽惨,比起妲己都算是幸运的,妲己是商周王的爱妃。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霍国妖妃,她在商朝灭亡时,字役而亡,周五王恭敬昭歌之后,还对她进行辱师泄愤,周五王可是公认的明君贤君,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 一次考古揭开真相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在著名的神魔小说《风神榜》中,苏打几被轩缘坟的九尾狐附身,她狐媚无比残忍狠毒,迷得商周王晕头转向,在她的轿缩下,商周王先是娇奢淫义,大搞酒吃肉林,后是残忍暴力,连皇后贵妃甚至是亲儿子都不放过,可谓是真真正正的祸国妖姬。 不过,以上都是后世小说的艺术加工,历史上真正的妲己可不是什么狐狸精,而是有苏国的一位贵女,她生得貌美如花,倾国倾城,是那个时代有名的美人。 在苏打几年轻的时候,由苏国发动叛乱,商周王王派兵前去围剿,由苏国不敌,大败而归,只能跪地请降,为了讨好商周王。 由苏国的国君便把国中最美丽的女子苏打几献给了商周王为妃,苏打几背负着异国的命运,自然对商周王签一百顺,百般讨好。 自古以来,英雄难过美人观,商周王正当壮年,最好美色。 苏打几貌美如花,又温顺可人,她自然十分喜爱,看在美人的面上,她不仅赦免了有苏国的罪行,还将苏打几封为贵妃加以宠爱,正所谓一人得到鸡犬升天,苏打几成了贵妃之后,有苏国的地位也蹭蹭上升,娘家得到了这么多好处,苏打几自然是欣喜万分,投桃报李,她对商周王也更加殷勤体贴,商周王本来就不是什么自控之人,美人如此主动,她自然不会拒绝, 为了更好地和苏打几享乐,她还搞出了酒吃肉林,一味地沉迷酒色,这倒也不算什么大事。 商朝时期,军权还没有那么集中,就算在位的君王慵懒懈怠,不理正事,底下的王公贵族也能代替他们行事,但糟糕就糟糕在,商周王不仅沉迷享乐,还要搞革命,重用平民奴隶,从贵族手里夺权,这不是挖了贵族的根吗? 商朝当时本来就已经由胜转衰,商周王又下了如此猛药,底下的贵族们闻风而动。 纷纷揭杆而起,商朝很快就陷入了一片战乱之中,这些诸侯中反抗得最为激烈的莫过于是西齐的鸡昌鸡发父子,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周文王和周武王,要说起西齐和商朝的恩怨, 那可真是小孩梅娘,说来话长,西齐的老祖宗当年创业的时候一穷二白受尽了梅后台的苦,刚至半点家业就抱上了商朝的大腿,主动废除了原先的妻子,迎娶了商朝的贵族女子,两人生下了一个血统高贵的小儿子纪律,并将他立为继承人,纪律天资过人,性情果敢,又武艺高强。 很快就挣下了一片偌大的家业,还帮助商朝南征北战,因公被封为西伯侯,但是他功劳太大,当时的商王对他极为忌惮,便将他骗到都城软禁起来,他不堪受辱,绝世而亡,这事闹得的确是尴尬,心上位的商王也觉得老爹这事做得不厚道,就将自己的妹妹,也就是商周王的亲姑妈,嫁给了姬昌,希望能通过两家并一家的方式,让姬昌放弃仇恨,继续乖乖地做商朝的附属, 然而,杀父之仇,不共戴天,姬昌对商朝恨之入骨,无可挽回,但他只不过是个诸侯,根本就没有和宗主国抗衡的本事,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报仇,他只能默默地积蓄力量,但是还没等他的力量积蓄够,他的好侄子商周王就将他召到了昭哥囚禁起来,他好不容易才逃回了西企,一连两代被欺负囚禁,换谁谁也忍不了啊, 等到商朝封烟四起之后,西企立刻就率兵反叛,商周王虽然勇武,但是他早就示尽人心,贵族们四散而逃,百姓们怨声载道,他根本就没法召集起一支强盛的军队,在西企的攻打下,他的部队连连败退,西企的情况则与之相反。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育之后,西企国力强盛,再加上在位的周文王和继承人周武王都是人中龙凤,所以西企屡战屡胜,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般攻进了昭哥,取得了这场伐咒之战的最终胜利,商周王自觉大势一去,但也不想让西企的这帮混账亲戚们占便宜,干脆就将商朝所有的珠宝金银全都拉到了露台,然后点火自焚,君王都已经死了,打几自然是不能也不敢毒火, 也跟随商周王的脚步,自意而亡,事情却没有自此结束,周武王带兵攻进昭哥之后,居然派人将打几的尸体挖了出来,亲自拿剑一通乱射,还将他的头颅砍了下来,挂到城墙上示众,这是怎么回事呢? 这位公认的明君为什么要这么做?打几只不过是个后宫妃嫔,难道他的过错比商周王还大吗?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近年来才被揭晓,在一次关于商朝的考古活动中, 考古学家们从中发现了许多有苏国特有的文物,如苏和窦,苏子疏灵等 这就说明有苏国和商朝的联系极为紧密,那西齐攻打商朝的时候,有苏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可以想象,在战场之上,周武王率领的西齐军队必然是吃了不少有苏国的大亏,所以他对有苏国与商朝之间的连接苏打几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感,再加上当时政治环境宽松,打几经常凭借宠爱参与国事决断,给西齐找了不少麻烦,周武王对其就更加恨之入骨,商朝灭亡后,他做出辱师泄愤的事业就是意料之中了,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周朝的记载之中。 商周王是个无人性的暴君,他的爱妃打几也自然是个娇奢淫逸的祸国妖妃,但是通过考古分析,我们可以得知,无论是暴君还是妖妃都是政治的失败者,他们流传于后世的恶名也属于胜利者,对他们的政治清算之一,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,发展于唐朝,到宋朝时期已非常成熟。 在近1400年的科举历史上,最顶尖的学霸并不是那些状元们,而是那些联中介员,会员和状元的三元吉地者,因为状元每三年几乎都会产生一个,但一个人能在三个不同层级的考试中都能考取第一名。 那才是真正的不义,在中国历史上,荣获过三元吉地这项荣誉的人,仅有16个,那么,古代科举考试中,最厉害的学霸就是三元吉地嘛,显然不是站在科举最顶端的学霸,被称作六元吉地。 在中国历史上,六元吉地的人仅有两个,而本文的主角皇冠,就是千古第一人,名史记载,皇冠,自博兰,离自上宾,贵池人,赴赘许,从许姓,皇冠,自博兰,又自上宾,他的老家在现在的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县清西津敦,他的家族自南宋时期就是书香门第。 只是到了元朝家道中落,元朝末年,皇冠的父亲不得已入赘许家,所以,皇冠刚出生的时候,随母姓,叫许关,长大后,皇冠恢复父姓,皇冠生于元朝治政二十四年,他四岁那年,朱元璋才建立明朝,皇冠自幼聪慧过人,读书非常勤奋,很小的时候就能纠正古籍中的错误,他父亲觉得他颇有天赋,便带着他,拜元末大如皇许为师,在皇许的教导下,皇冠的学业 土匪猛进,皇冠自幼熟读京史,按理说,本应在十来岁时就参加科举,但是,根据池州辅制记载,皇冠第一次下场考试,是在洪武二十年,也就是他二十四岁那年,之所以会这么晚,是有特殊历史背景的明朝建立之初,朱元璋研习宋元制度,用科举考试来吸纳人才,可是,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举办一次会试之后,发现这些人才只会虚文,于是下旨废除科举考试, 改为地方官推荐人才,可是,朱元璋摸索了很多年之后,发现还是科举考试相对有优势,于是到了洪武十八年,朱元璋下旨重新开科,不巧的是,皇冠的父母在洪武十七年左右先后去世,因此待皇冠守校期满,参加科举县市的时候,已经到了洪武二十年,古代学子参加科举,最初要先参加县市和府市, 合称同市,即分别在线,府两地通过地方学证组织的大考,有些地方只需要考一轮,两场,有的地方则需要考两轮,四场,只有通过县市和府市,才能被称作同生。 只有同生,才有资格参加院士考秀才,只有考中秀才,才有资格参加乡市考举人,然后才能入京参加会市,皇冠在县市和府市中发挥出色, 不仅考中了童生,还都取得第一名的成绩,人们都夸他是天才,接下来,他参加院士又考中第一名,不仅考取了秀才,还夺了个暗手,从县市服侍到院士, 皇冠连续三次考中第一,在当时称之为小三元,再加上皇冠是一气呵成,更是难得,众人纷纷为皇冠庆贺,但皇冠却非常淡定,因为他知道,在漫长的科举道路上, 中个秀才,才只是起步阶段,在明朝,安徽属于南智利馆下,在皇冠考中秀才的第二年,他被当地学政推荐到了南京太学读书, 这一年,他带着族人的期望,来到位于南京,应天,的南智利太学,根据国朝宪指录记载,是岁岭相见,造诣日以身,同社推幅,常会父母目图携以自随,月之类折下,意思是,皇冠被推荐进入太学之后, 文学造诣日以精进,太学的同学都非常佩服他的学识,皇冠在离开池州前往应天之前, 曾到父母坟前拜别,并将父母的坟营,画成图纸,带在身上。 每次观看,他都类影于节,后汉书中有一句话,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,意思是,若想得到忠臣,需要到孝子的家门去求坊,换句话说, 如果一个人是孝子,那么他大概率会是忠臣,皇冠如此缅怀自己失去的父母,满怀孝义,说明他大概率是个忠义之人,这也为他的结局埋下了伏笔。 且说洪武二十三年,皇冠入太学,当年秋天,他在南京参加乡士,根据钦定续文献通考的记载, 皇冠在这一年考取了乡士第一,即戒员,在古代,乡士三年举行一次,是在秋天举行。 乡士第一名视为戒员,会士是第二年春天举行,会士第一名视为会员,若通过乡士,考中举人,接着第二年便可以进京赶考, 所以,又有人称乡士为贵榜,称会士为姓榜,二者是有连续性的,考中举人,而且还夺得戒员,这本是一件开心的事情, 但皇冠却拒绝同窗门为他庆祝。 他对一父母的牌位,汇报完自己的成绩后,又开始专心攻读,相比于其他考生, 皇冠有一个优势,那就是他本身就在南京派学读书,南京是洪武时期的都城, 他考中举人后,不用千里迢迢赴京赶考,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,下图为皇冠书法。 第二年三月,朝廷举办会士,作为男职力的戒员,皇冠自然受到更多关注, 他胸有成竹,三天考试出来,虽然瘦了一圈,但信心满满,待到姓榜发榜那日,皇冠位列第一,夺得会员。 明史,皇冠传云二十四年,会士,庭世皆第一。 一个月后,朱元璋亲自主持殿世,皇冠在殿世的策论中立主屯兵赛上, 且耕且手,来则拒之,去则防之,则可中国无扰,边境无余,得到朱元璋的高度评价。 朱元璋认为,皇冠是真正有才学之人,钦点皇冠为状元,并且授予皇冠汉林院编修。 这一年,皇冠才二十八岁,正是大有所为的年纪,从相视的界缘,到会士的会员,最后到殿世的状元,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连仲三元,在古代,晋士们也要论姿排辈的。 比如,同样是二甲晋士,如果某甲比某一早一届金榜提名。 即使某一比某甲年龄大,但在某甲面前,某一也要自称后学。 但是,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中三元,那他的地位就非常崇高了, 甚至连比他早几届的晋士见了他,都得自称后学或晚生。 这种现象,足以说明在以科举取势的封建社会, 人们对三元吉地之人的顶礼膜拜。 我在本文开篇时说过,三元吉地在中国历史上有十六个, 可皇冠不仅仅是三元吉地,他在参加相试之前, 已经是在县世、俯世、院世中接连夺魁的小三元, 如今小三元加上大三元。 是实打实的六元吉地,在皇冠之前,史书上还未有过, 因此,皇冠成为千古敌人。 三、状元受重用,三元惹争议,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六元吉地的人只有两个, 一个是明朝红武年间的皇冠, 另一个是清朝乾隆时期的前启、下图相比之下, 皇冠的六元是一气呵成,中间没有任何断档, 而前启考秀才考了十一年,考举人也考了七次, 不过前启运气太好,他要么考不上, 只要考上就能考第一, 所以皇冠和前启相比较, 皇冠一气呵成的六元吉地似乎更为难得, 但是皇冠六元吉地这件事在史学上是略有争议的, 因为明史中只说皇冠是会员和壮员, 没有提他曾中过戒员, 但在钦定续文献通考中, 委婉地记载了皇冠中戒员的事, 书中说, 陆淳安人, 宣宗已弯浙江榜第一人, 三世皆第一, 明代三元皇冠后, 为陆一人而已, 这句话是说, 明朝三元吉地的人只有两个, 一个是浙江淳安人商陆, 商陆是继皇冠之后, 明朝第二个三元吉地之人, 言下之意, 皇冠是明朝第一个三元吉地的状元, 既然皇冠是三元吉地, 他自然中过戒员, 巧合地势, 在池州府至中, 也说皇冠中过戒员, 另外, 桂池有一座三元房, 是专门纪念皇冠的, 古代牌坊可不是随便立的, 若没有中戒员, 何来三元房, 所以, 虽然没有在明史中记载, 但其他各方面的佐证, 已经可以确定皇冠就是三元吉地, 其实, 笔者认为, 皇冠的三元吉地也好, 六元吉地也罢, 这只是个名头, 我们先来看这个人在历史上, 有没有体现自己的价值, 且说皇冠中了状元之后, 朱元璋对他非常赏识, 根据国朝宪指录记载, 御前夫奏明爽, 上世爱仲, 每次顾问, 令编写省滩等录, 上一期有正式财, 凡法司珠榜文令官, 赚成吉书之,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, 朱元璋赏识皇冠, 让皇冠做自己的贴身顾问, 每次有重要的文书, 朱元璋只要一说, 皇冠就能立即书写完成, 可见, 皇冠这个状元名不虚传, 的确有以马可代之才, 洪武二十九年, 皇冠被朱元璋提拔为李布佑侍郎, 同年, 他又兼任东宫侍奖, 成了皇太孙朱允文的老师之一, 很明显, 朱元璋是想让皇冠这个三元吉地的奇才辅佐朱允文,